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和明暗方面都严重失衡的照片 我们的目标是简单地将它恢复成 可以观看的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请大家还是首先打开直方图 大概地分析一下 可以看到这张图片的色结 完全地集中在暗部 中间调有一些量部严重缺失 其次 从通道的色结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张图片严重地偏红通道和绿通道 蓝色通道的量部可以说是没有 这也就意味着 红绿以及黄色 都有严重的偏差 当然这也是因为这张照片 所处在的餐厅的环境的光照 所带来的效果 那么作为第一步 我们还是先用Ctrl J 复制一层 将背景隐藏备用 这是一个良好的操作习惯 然后我们可以先添加一层曲线 大概地观察一下情况 作为一个测试 大家可以尽量地把曲线 拖到非常极端的位置 那么作为一个测试 很明显我们首先发现了 这张照片一个最大的问题 由于当时的现场光 主要是映照在前面的桌子上 使得前面远远亮于后面 或者说是这张图片的下半部分 远远的亮于上半部分 以至于当你针对全图 进行调节明暗的时候 桌子的部分已经明显地过曝了 而后面的部分的明暗 却还没有恢复到正常值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粗略的估计 我们可以使用涂层蒙版 来对全图 进行一个综合调整 那么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选择 渐变 选择简单的黑色到白色的渐变 然后我们按住A 点击涂层蒙版缩略图 进入这个纯白色的蒙版 从下往上 拖拽出 渐变填充 然后我们来看看 这个时候你再调整明暗 那么呢 蒙版就发挥了它应有的效果 黑色的部分是不受影响的 深灰色的部分呢 是受影响比较少的 而慢慢慢慢的往上过渡 那么呢 白色的部分呢 就是影响最为强烈的 正好 与我们照片中的 前按或者说下量后按 这么的一个场合 应对起来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放心的 把这个曲线调到非常极端的位置 而获得一个整体的修饰了 当然由于我们采用的是涂层蒙版 因此我们也可以非常方便的通过点击涂层蒙版 来到属性蒙版的调节窗口 来调节这个蒙版的浓度 使得纯黑色的部分的浓度减弱 也就是变量 从而使得图片的下半部分亮度顺势提高 由此来使得整体效果更为协调 有了这个初步的调节之后 现在让我们来关注这张图片的细节 很显然这张图片最糟糕的地方就在于 两个人像 他们的脸上被复杂的光源所控制 因此呈现出这样子的 从光源来讲凹凸不平的效果 比如说左边这个人像 他往前伸出的胳膊 以及脸上的荧光面 有强烈的光照 而脸的大部分呢 包括脖子 则隐藏在阴影之中 那么我们的做法就是呢 要绘制出一个对应的选区 或者说绘制出一个对应的蒙版 使得我们可以在提亮暗部的同时 尽量的不提亮亮部 也就是保证这个人像 处于一个均匀的光照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先来试试看一些常规的手段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们还是以愤而致之的策略来进行 也就是我们可以针对于原图 先粗略的绘制一个举行选区 Ctrl J 获得这个选区 所对应的这个局部 然后呢将局部图层 拖到最上方 单独来调整它 在这整个过程之中 你甚至可以暂时关掉 其他部分 以免自己的整一个调整受到影响 好 回到我们的这个局部 那么呢 同学们可以首先尝试一下 使用我们介绍过的各种常规工具 例如磁性套索 来试看看能否圈选出我们需要的部分 磁性套索类似于画笔 画笔的大小决定了 你想探测的边缘的区域 我们呢可以选择一个合适大小的画笔 然后试着 沿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边缘进行绘制 但实际上不用再继续妄想化 大家马上就会意识到 这个边缘是如此的不规则 有着各种浓淡的区分 你不太可能用磁性套索的方式 描绘出来 那么呢我们可以转而试试看 使用更为智能一些的 比如说快速选择工具 快速选择工具也是画笔 因此呢你也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大小 然后呢看一下 上面的一些选项是否需要调整 比如自动增强 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那么呢我们现在可以试试 在这里来进行选择 然后你又发现不行 实际上呢由于整个人像 还是处于完全偏暗的状态 在PS看来 这个头发的部分和后面的暗红色的椅子 没有什么区分度 所以说呢哪怕是 快速选择工具 也没有能够形成完美的效果 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之前讲到的 就是呢我们学到的这些命令啊 包括调整里面的明暗啊色彩啊 他们的都是可以为制作选区而服务的 现在的思维应当变成 我们如何通过若干的中间步骤 构造出一个适合的选区 回到我们选区的根本的定义 选区呢是一张灰度图 那么我们就应当把这张图片 看成是一张灰度图 然后通过调节这张灰度图 来让我们想选的东西和不选的东西 变得尽量的分明 这样我们就能够对应得到我们那样的选区了 我们的做法可以由这里开始 首先还是取消到刚刚我们猜测的这个选区 然后呢对这张图片进行黑白调整 简单的去色当然是可以用 但它由于没有任何的可以调节的选项 所以呢你还要白费很多的功夫进行调节 所以不如用回我们上一节课就介绍到的黑白命令 通过黑白命令 那么现在可以调节各个颜色通道 那么由于背后的沙发正好是红色 所以呢你可以放心的把红色通道调得非常的明亮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我们现在所做的图不是要让图完美 而是要做出一个对比尽量强烈的图片 以便能够对应到我们所要的选区 所以呢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做各种极端的调节 好的 那么红色我可以调到最亮 然后呢黄色呢 请注意 不能调亮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现在要判断得出什么是你要的 什么是你不要的 如果说红色代表的区域明亮的 是你等会不想要的 那么你想要的区域 也就是你想选到的区域 比如说人的阴影 你就反而要把它加深 所以黄色呢 我反而要把它加深 而手臂部分的明亮区域呢 可能也会受到波及 那么对此的话呢 我们只能选择一个比较居重的结果 好 对于现在暂时得到的结果 我们还可以再继续 进行明暗调整 比如色阶 对于色阶 我们现在可以大范围的调整 刚刚所得到的中间结果 使得这个结果再一次强化 也就是黑者越黑 白者越白 呈现出这么一个极端的场景 可以自己试验一下 看看对比度 能否对最终的效果有用 得到了这么一幅图 那么你现在可以把它想象成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选区 所大概对应的图 有时间的同学 还可以再利用画笔 用绘制的方式 用绘制的方式 擦除 比如说背后不需要的东西 这个时候呢 你要返回到我们图层的这里 那么限于时间关系 我就先暂时不做 那么回到我们的这张图 我们现在最后得到的综合效果 我们可以走到通道 点击我们的Ctrl 或者Mike的Command的键 获得我们现在的黑白图 所对应的亮度选区 也就是 黑色和白色分别是你想选的 或者不想选的 我们也可以进入我们的快速模板 或者点击快捷键Q 大概检查一下 所得到的结果 作为一个试验的中间步骤 不需要太过于完美 我们可以拿这个来继续进行下一步 那么现在回到我们的图层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取消掉 刚刚作为中间步骤的两个调整 而在我们的这个基础上面 利用刚刚所建立的这个选区 新建一个真正用来调整的调整图层 比如曲线 请注意 这里我点击A 让大家看一看我们所获得的蒙版 好 让我们来试试看 让我们试试看 这时候你会发现反过来了 反过来 为什么呢 回忆一下 黑色是我们不要的 白色是我们要的 而现在这幅图呢 正好黑色填充了我们要的区域 而白色填充了我们不要的区域 就是不想受到影响的区域 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一次反向 反向在图像调整 反向 或者快捷锯I 好 进行了反向之后 让我们再次回到原图 这个时候再去进行调整 你就会发现 我们获得了一个擦墙人意的结果 也就是呢 现在当你调整暗部的时候呢 它的手臂和脸颊 以及鼻子的高光部分 稍稍的不那么受到影响了 当然 由于刚刚的边缘非常的粗糙 所以这种结果呢 还不是太令人满意 这个时候别忘记了 你首先可以试试看 能否对于图层蒙版的浓度和语化 进行一些简单的调整 比如我现在调整一下语化 让它的边缘变得模糊起来 你看对应于像这样子的结果 这个是没有进行语化的 这是进行的语化的 由此一步一步的逼近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好 再次慢慢的调整 这时候就一定要细心 好了 那么假设这个是一个还算令人满意的中间结果 高光部分现在也不是太亮 而暗部呢 稍稍提亮了一点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再叠加一层 这个时候我特意的没有做任何选区 是因为我现在希望再叠加的这一层 可以对整个图片有效 对于再叠加这一层 再对它进行整体的提亮 那么由此我们通过刚刚的三个步骤 获得了一个中间结果 我们可以把它建立为一个组 我是用的快点键Ctrl G 其他同学呢也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新建一个组 那么下面让我们通过简单的打开和关闭 这个组来看一下我们最后得到的效果 同时呢那也可以继续打开我们刚刚 的这个 这个时候很多性同学就意识到了 由于刚刚我们的这个图层 针对的是全图 所以说的话呢 它的这个影响也影响到了 我们这个人像之外所有的区域 在这里呢 我们使用剪切图层的方式 使得它的影响只局限于图层2 那么可以按住你的ALT 或者Mic的Option键 小心地把鼠标移动到两个图层之间 让鼠标光标变成这样的形态 点击 再点击 某个图层的名字下面有了一条航线 就表明现在这个图层是一个特殊的剪切图层 而上面的箭头则表明这些效果只影响这个图层 而不影响下边 那么由此得到最终效果如图所示 我们可以尝试地打开关闭这个组 看一下 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进一步的优化这个选区的各种细节 那么关于具体的优化方案呢 我们会在我们下一次课讲到高级选区的时候 在重点予以介绍 那么其他同学呢 可以以此为例来完成这个部分的基础的修饰工作 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初步处理完成的这个左边的人像 在明暗调节的基础上面 我们可以继续进一步的进行色彩调整 所有的操作的逻辑也都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重新选择回我们的图层二 然后呢在这里就可以加上任何你认为适当的或者必要的色彩调整 图层 例如 可选颜色 比方你可能觉得说黄色可能过分了 那么呢 可选颜色呢 你就选择黄色作为目标 然后呢 小心的调整 比如 减黄 那么如果你觉得减黄的同时又增加了红色 那么呢 你可以再 加轻 又或者如果你觉得可选颜色不太对头 非常方便 是吧 调整图层呢 可以简单的把这个眼睛隐藏掉 再来做一次测试 比方使用色相饱和度 细心的调整一点点具体的色相 或者增减饱和 或者调整明度 等等 由此来完成最后的效果 刚刚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调整步骤 使用到了绘图工具 用到了调整工具 这一切的目的呢 都是为了最后能够获得符合我们要求的最终结果 那么其中的关键点在于 第一 一定要意识到 选区是一幅图 所以刚刚我们开始试验的常规的选择工具 其实都没有派上用场 我们反而是以图片的方式去绘制这个选区 由此在快速蒙版和蒙版之中进行调节 第二 大家应该意识到了 我们刚刚进行了非常剧烈的调整 而这些调整呢 都是为了最后的目的而服务的 初学PS的同学 一定要意识到 不要怕 而是要敢于进行强烈的调整 第三 这一点虽然说将在我们以后的课程来强调 但我想在这里第一次来提示 在PS之中 制作选区的最重要的方式 我们可以称之为以图选图 什么意思呢 刚刚的这个人像的这个区域如此的复杂 以至于你不可能用常规的选择工具 或者甚至用图手绘制的方式去画出来 但是你完全可以用原来的图片 去通过进一步的修改 而获得最后的图 也就是用原来的图 去选择这个图本身 这个以图选图这一点 我们以后还会再次的强调 在这里请大家做一点初步的试验和尝试 以便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好 那么这一个图片的修改 将会成为这一次课程的最后综合作业 谢谢